我坐在我身旁的美女 叫做Bobo Bobo跟我們觀眾打個招呼 看著她揮揮手 然後我點擊率會很高 坐在美少女 Vincent對我們的節目非常好 很有貢獻 今天又介紹了兩位朋友 一位朋友就是鏡頭前面的Bobo 但大家猜不到鏡頭後面還有一位丁丁 丁丁是哪位呢 丁丁就是Bobo的媽媽 丁丁不肯出鏡 她們母女其實坐在一起都是兩姐妹 都不是出鏡 不要緊 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們都很尊重嘉賓 我也費了很多信 才能哄到Bobo出鏡 你知道嗎 你出鏡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真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看我鬼古王嗎 節目都會倒閉的 又不是英俊 又幾十歲 整個年輕小鮮肉都說 今天 Vincent幫我找了兩位嘉賓 你的作用很大 知道嗎 你的作用是甚麼 知道嗎 是呀 他們不記得一些東西 我會提到 沒錯 很緊要 好像上次你幫我做過一次 哪一次 我都不記得了 Apple 是Apple那一次 其實Apple也在 今天 Apple也在場 大家聽完Apple事件 做了兩集 每天晚上遊地獄少女的Apple事件 其實也有很多迴響 今晚我們準備了很多別開心面的故事 包裹大家未聽過 在另一個台一定沒有聽過 我先介紹一下Bobo 讓丁丁開聲說兩句 丁丁和我們大家打招呼 Hello 你們好 丁丁 我見到佛弟子 我問一句 為甚麼你會做佛弟子 因為差不多現在說 是1996、1997年左右 我有一個朋友 帶了我去科學館 聽一個佛學講座 就是講寧嚴經 當時我是第一次接觸佛教 一聽他講寧嚴經 他講得很多東西比較淺白 起碼我們聽得懂 就叮一聲覺得整個都醒了 終於明白 我們為甚麼會來到這個世界呢 來到這個世界的意義在哪裏呢 好像當時找回自己做人的價值觀 所以從那一分鐘開始 我就很喜歡研究佛學 還有呢 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其實當時呢 我自己 我覺得我都是很幸福的 每一件事都有 無論財富 家庭 各樣都是圓滿很好 但總是好像缺乏了一份 很實在的安全感 是你不知為甚麼 但那一晚我一聽完 他的講座之後 我就突然之間 好像找回那種安全感 出來 我明白了 我知道為甚麼 我的朋友都說 你很特別 我帶了很多人來聽這個講座 他說從來沒有一個人反應 好像你那麼大 我說是呀 這些可能就是緣份 是 這個緣份可能也是你前身 已經有一些修為 所以去到今生 一聽到 就馬上好像點燈 馬上亮了 馬上明白 在同一個個案子 就是我帶了一位朋友 也都聽過一些佛學的講座 他聽完之後 跟我說第一個說話 離開現場之後 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我的感覺是甚麼 我說甚麼 他用了一個形容 我覺得挺好的 他形容 我好像一條塞了坑渠通了 他講得很有趣 但我覺得又很貼切 他說他之前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他短短在兩個多小時裏 他明白了很多事情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個是你自己的維根 這個維根 就是你前世帶來的 令到你今世一聽 你就已經明白很多事情 有些人 你十幾次都不明白他講甚麼 但你一聽就明白 就是你自己的維根 你自己有這樣的福報 繼續堅持下去 當然 中間我們去聽 都會聽很多很有趣的法師 去講一些佛道理 一些佛法 當然 我自己 和很多香港人 都很喜歡聽的就是 顯揚法師 我那天 我那天 我跟他提過顯揚法師 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就是顯揚法師走 走了我不知道 我整個事 我一試隔兩個月後才知道 就是往生了 覺得自己有些遺憾 你都可惜 沒有去把握到一個機會去送 顯揚法師一程 原來他講完之後 原來丁丁 他都很喜歡顯揚法師 不要緊 精神醫院存在 他現在有個掃燕 有掃燕 你去參與一下 去參加一下 支持一下 去重建堡林 好啊 在加拿大 好啊 大家其實我都要推薦一下 裡面 我們不要 只是想著聽一些靈異的事 因為我都很想將一些 好的訊息 帶出來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其實我每一個故事裡面 我請了嘉賓上來 其實背後 我也有些東西想去表達一下 當然有些東西 我不會很白的去表明出來 希望大家 和理解佛道理一樣 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想一些東西 去想一下這樣 在這個時候 我推薦大家 剛才提到的顯揚法師 大家可以上youtube 打顯揚 顯就是很簡單 就是 行路的行路 中間有三點水的 就是顯字 陽就是 就是太陽的陽 顯揚法師 你打 在youtube上面找到很多片 大家抽少許時間聽一聽 其實它是用一個形式 就是大家去一個 叫做 聊談 說笑話 但在當中大家可以學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現在不妨礙大家 時間弱點 我們豬頭說什麼 Vison 說鬼 不用說了 當然是說鬼 好 我們記住一件事 我們就是盜人迷信 我們將一些親身有經歷的人 他們遇過的事情 帶出來 和我們一起分享 至於這個世界有沒有鬼 釋除尋面 大家信與不信 我們不會去強迫你信 或者強迫你不信 你有自己的立場 你覺得為鬼是有的就有 是沒有的就沒有 我們由哪一道開箭說起好呢 我知道丁丁本身有一大堆故事 但是這些故事其實也有一些 和Bobo是有所牽連的 我想我們由一個就是 由丁丁爸爸開始說 丁丁爸爸即是Bobo的公公 是你公公 是你公公 公公在山的時候 你出了一輩子嗎 嗯 你也見過公公嗎 見過 給你一點點感覺 你覺得公公是怎樣的人 公公是幾好人 幾好人 幾霸氣 幾霸氣 很含羞答答的少女 好 看看丁丁 丁丁的演繹是怎樣的 說回你爸爸 其實有什麼可以和我們分享 關於你爸爸的事 其實我所說的 只是我看到的現象 我只是把我曾經看到的現象 說出來 就說出來 但是在我自己 不知道會不會加上自己的想像力 就好像變成一個故事 是 像我爸爸 他差不多病得挺嚴重 因為他也是有癌症的 就進了醫院 也有三個星期左右 有一天 那個護士 就是醫院的護士 就打電話來 他就說 你爸爸不太行 你快點過來看他 當時我正在駕駛 我駕駛 就先回家 放下東西 就馬上去看我爸爸 回到家 就見到我女兒 女兒就跟我說 即是Bobo 是的 Bobo Bobo就說什麼 電視開不了 開不了的意思是怎樣 即是電視 自立宅 即是開著了 但有很多雪花 是的 自立宅 當時我們都覺得 即是 即是 即是不以為意 即是覺得 怎麼這麼巧 我爸爸 即是說很危險 電視機又自立宅 即是 有沒有想多了呢 即是都不知道 即是都沒有時間去考慮了 但是 即是 那一次呢 我爸爸 最後都是 沒事的 即是過得到的 這樣呢 又過了幾天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女兒 都很小 他就有個同學 男生來的 就上來我們家 就玩 他就很白癌 一來到 就不用問人了 自己 一聲就去開了 電視 因為我們知道 電視機壞了 就想買個個 就不再弄 誰知他一開 又沒事 電視 那我們就以為 那電視機 可能已經好了 他不停看 不停看 看到他走為止 走了之後 就關了電視 是吧 以為沒事 那後來隔了一會兒 因為當時 他開電視機的時候 我們已經喝著他 不要開 因為那些聲音很恐怖 那些聲音很大聲 很恐怖 但是他開了又沒事 那就算了 接著他走的時候 他又關上電視 以為沒事 那這樣隔了一會兒 我們自己又想著 看電視又開了 怎麽一按 又是這樣 自這扎那 自這扎那 那電視 完全沒有好過 那電視 都覺得 怎麼這麼奇怪 那電視 就是只有肥仔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 是啊 那個肥仔有沒有來過你家 他也有來玩過的 是吧 應該有 有 但是沒有特別去注意這些事情 是 是 因為剛好是那一天 因為電視機的問題 才會很留意他 是 是 但他也經常來玩的 其實是 那一天他只是按著電視 然後 這件事之後 就覺得 挺特別的 就是有一件這樣的事 寄在路裡 接著 就 到我爸爸 真是 臨終之前 那一晚 就是 那 我和 我家人 全部都在那間房間 那裏 就是看著他 就是 我自己是一個佛教徒 那當時 就是我去到 我都帶了一些 就是 經書 就是想著 看看有些什麼 可以唸一下 這樣 然後 當時 就 見到有一隻飛蛾 就在那裡飛 就是在那間醫院 不知為何會有隻飛蛾 那他就在我爸爸的身上飛 飛到他的眼裡的時候 那我爸爸的眼 就好像 又上又下 又上又下 好像反白 那樣 那我 就突然之間 就有些害怕 我說 咦 怎麼會這樣 那馬上不管三七二一 就拿起這本經書在那裏唸 就在那裏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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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唸唸一下 那隻飛蛾就飛了出去 就沒有飛進來 那樣 那樣 就是 不停唸 那當晚 就只有我 和我弟弟兩個在那裏 就是陪他 那我哥哥呢 就回了家 那我哥哥呢 就後來 就是 回了家之後 就知道 原來他一開眼燈 又是這樣 就全屋的感覺都燒光了 就這樣 那燒光之後 就是 都已經 就是很特別 就是我 但是他當晚我們沒有溝通過 不知道的 我就一直在那裏唸經 那我唸到 晚上差不多 就是四五點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 就是頂不住了 可能太晚了 很硬睡 那我睡著了 那我和我弟弟 都是睡在那張椅子那裏 那裏 那裏 那我睡到差不多六點鐘 那裏 那我弟弟就說 哎呀 我要去入錶啊 那這樣 就只剩下我一個在那裏 那我姑娘又走進來 就說 你爸爸不是很可以了 你很快點叫你的家人來 那其實呢 我都 就是當時 就叫過我哥哥 但是他的電話又關了 都沒有理了 那就馬上跟他念佛 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就是這樣念 就是 就是和他講 爸爸你記得呢 走的時候 你看看呢 最殘眼的紅色光 就是佛光來的了 你去那裏 千萬不要去那些很暗的光 那樣 就和他講了這句 他就流了一滴眼淚 那就走了 那就不斷念了 後來又發現 因為我那些同事 就送了一盆花 就是在醫院裡送了一盆花來的 有一棵是百合花來的 就見到昨晚那隻飛鵝 就在那棵百合花那裏 都往生了 走了 都在醫院了 是啊 因為那盆花是在他的房間裡的 那隻飛鵝 原來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又飛了進來 總之呢 就在那個百合花那裏 都往生了 是 都走了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就幫我爸爸搞些後事 是不是 我們都是用佛教的儀式搞的 但是老實說 從來都沒有搞過這些 只是打電話 我的師兄說 這個好 那你去搞吧 那晚呢 那個 我們都是在一個大堂那裏 那個很漂亮的大堂 做了一個三時系列 都很莊嚴 法師也都做得非常之好 那我心想 都… 因為是很短時間 我爸爸一走 到他做那個法事 應該是不超過七天的 嗯 這樣就做了 這樣就… 其實那七天呢 我都有在家裡跟他念經 那我當時呢 我都很想呢 就是跟他念地藏經 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一念就很睏 其實我都念開經的了 我都… 我經常念金剛經 但是那晚呢 就是那幾天呢 唸極也唸不到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到第六天呢 就是覺得 我為什麼唸極也唸不到呢 那麼 就… 滴起心肝 就穿著一件海青 在家裡 因為我平時不穿的 所以穿著一件海青 海青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很多聽眾未必會明白的 就是我們佛教道明 海青呢 就是大家會見到 一些和尚身上 穿著他有分兩件東西的 就是我們見到 深色有一件深色的 長袍 那件就是海青 如果外面呢 藍住那塊布呢 那件就是袈裟 那件就是袈裟 海青呢 其實大家看到那件長袍 就是海青 那我們可以繼續 我們佛弟子穿那件 就是黑色的 是的 和尚穿那件 當然就是另外一個顏色 我穿了那件海青去念 就… 就… 可能又提起了精神 因為我從來還沒念過地藏經 都唸了幾個小時 終於都唸完我本經 那一晚呢 就是幫我爸爸 就是… 搞佛事那一晚來的 搞完之後 這樣呢 就… 就… 他下了狀 第二天早上就下狀 是不是 下完狀之後呢 然後呢 輪到呢 那一晚 就… 我… 因為那天下狀的時候 我們那些家裡的小朋友 都很小 我們都有請菲傭 那我弟弟那個… 菲傭呢 就跟我弟弟說 哎呀… 阿Sir很害怕啊 就是看到那些下狀 因為他肚臟嘛 那他哎呀很害怕啊 這樣一樣 因為他可能是天主教徒呢 他就不太習慣看這些 那他突然之間 看到那些… 就是… 香港那些土葬 他覺得很奇怪 又有些害怕 那他說他很害怕 那我弟弟呢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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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都叫害怕啊 我姐姐啊 就是… 死之前 就是… 我爸爸死之前 他… 他… 那個電視機又… 又… 又壞了 我哥哥啊 那一… 那一… 就… 就馬上全屋燒光了 Fuse 還要害怕啊 那… 就是這樣說 是吧 誰知道說時辭那時快 說完呢 他在吃飯而已 那隻筷子就馬上斷了 其中一隻筷子 就斷了 是甚麼質料的那隻筷子 是那些… 即是白色那些 是膠的 還是象牙呢 是啦 真象牙 不是象牙 是膠的 但是你沒可能斷到的 在吃飯的筷子怎麼會斷 那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跟我說 說 姐姐有些好… 有些好… 有些好有趣的事給你聽 那這樣 那我想一下 其實他不是已經很害怕啊 哈哈 他說說 有些好有趣的事給我聽 我問甚麼啊 那他就說了這件事 那我就覺得 咦 甚麼這麼奇怪啊 我又說 這麼厲害啊 那我跟著 那我跟著呢 就打電話給那個法師 就問他 那你問到法師 法師當然有些答案給你們 那答案是甚麼呢 我們一會兒回來談 好 究竟法師說了些甚麼呢 在丁丁去開鼓之前 我給你們猜一下 你知道嗎 但這些是否都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我媽媽剛剛七月節 過了身 都是有一些好特別的事 其實我由去年七月節 大陸今年七月節裏面 就是一年裏面 都很多特別的 古靈精怪的事發生了 到今年剛剛 早幾個星期走了 到中間 亦都有一些很樸索迷來的事件 那當時你 你應該是否在場 即是如果你說 你公公做法事的時候 你應該都在場 應該是 即是剛才 你媽媽說的那些 在醫院裏面 離流期間 或者那隻飛蛾那些事件 你坐不在場看到呢 好像是在場 你都見到那隻飛蛾嗎 我好像是之後 即是有些印象 是有些印象 那時候縱小了 還有些印象 因為我叫你形容 那隻飛蛾來聽 好像很大隻 很大隻 很大隻 不會啦 不會啦 應該這樣 這樣 即是 手 這麼大隻 是 可能是 聽說 好像是幾大隻 但是通常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這麼大隻飛蛾 就在這個時間出現 我媽媽的事件也是 出現了幾次 這隻飛蛾不是一次 會不會全部飛蛾都是那個品種 才可以有這樣的能力呢 我們不知道 我們繼續聽聽聽 丁丁繼續講講故事 那我就打電話給那個法師 就跟他講 就是關於 就是 我 我 爸爸那件事 就是 又斷筷子 他說 為什麼法力這麼高 還跟他這樣講 他說 他說 那你 你爸爸是不是佛弟子啊 我說 不是啊 我爸爸不是佛弟子 他說 我是佛弟子 他說 是 那你爸爸不是佛弟子 你 你以為你叫他去阿彌陀佛的淨土 他就可以去到阿彌陀佛的淨土了嗎 是吧 當然不是啦 他去不到的時候 還要在那裡 在外面那裡買一個樓梨 他更加大鑊 你快點 在門口那裡 在他家門口那裡 點燈給他 點個蠟燭給他 有沒有點啊 我沒有 他說 那你有沒有點啊 我沒有 他說 那你快點吧 你點燈他才能進來的 這樣 他才不在外面流離 又什麼都沒有 這樣很麻煩的 這樣 那就馬上點了 那他 那我 還有呢 他說你多些去 重驚吧 這樣 那跟著呢 他講完之後呢 就 他還沒回 那一晚就先是回魂的 那一晚就正確是他回魂的日子 就是計要出來的那些 那我呢 那一晚聽完他講 我就馬上 就去了 吻生法師 因為他 逢真是義有地藏經念 就馬上去那裡和他念 念地藏經 那他念完 念完之後呢 那一晚回魂 我就不在那裡 那女兒呢 還有媽媽呢 就是在家裡睡的 是不是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在我自己的家裡睡 然後呢 第二天早上呢 就輪到我媽媽打電話來給我 又說 我說一些很有趣的事給你聽 所以都肯定呢 這個是 她的兒子 因為大家都用這種語氣 說一些很有趣的事給你聽 我說什麼有趣呢 那她說 啊 不知道為什麼呢 她說 昨天呢 因為我們放了一碟齋 回魂 就是一碟齋 還有一碟叉燒 嗯 擺到的 這樣呢 就是擺在那張桌子上 那那張 那怎知道呢 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就見到呢 蝶齋沒有動過 是不是 啊 女兒在那裡 不如你講吧 那裡 你見到什麼 我見到 那個 因為我們是公屋的間隔 那這裡就是廁所 那這裡就是一個窗台 那窗台這裡呢 就有本那些記事部 你當 然後那些叉燒 就好像三角形那樣 自住了一個廁所 即是有三角叉燒 砌了一個箭咀嗎 有幾個 不是真的一個箭咀 但好像一個箭咀的形狀 是 然後有一塊就是 即不是平的 是有些就 即是塞了在那裡 所以就 所以就會覺得 不是應該 不是純粹 即是有些蟑螂搬 因為 蟑螂搬不足夠叉燒 我覺得 應該都不會 是 有箭咀指著去廁所 是 有沒有這些隱喻 你覺得 為什麼會指著去廁所 不指著門口 媽媽有隱喻 即是他就發現到 但你當時的感覺是甚麼 是不是你先發現的 是啊 是啊 你發現有沒有叫 有沒有大聲喊 沒有 我說為什麼這麼搞笑 你覺得搞笑 你不是覺得恐怖 是的 但你會不會覺得是人為 不會 因為這間屋只有我和我婆婆 即是沒有你婆婆會弄你 是啊 她都不會自己弄自己 是啊 那我忍住是甚麼呢 為什麼要指著廁所呢 其實我都不知道 為什麼要指著廁所 我只是看到那些 總之有幾個叉燒 就在不同的地方出現 但形狀是幾個像 一個箭咀指著 剛剛指著廁所的方向 這樣 究竟有沒有特別意思 我也不知道 但她的形狀的確是這樣 我媽媽還說 我不信這些東西 我的水喉呢 就 這麼久以來 從來都沒有扭 可以扭到它不滴水的 如果她可以扭到它 真的不滴水 我就相信了 這樣 接著呢 再她一扭 真的不再滴水 真是很神奇 誰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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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扭呀動手 是啊 她自己再扭 因為她的力度 她自己才知道的 還要是不信我 是的 那你現在再扭一下 看看是不是 這樣 因為其實沒有說信不信 不過她自己想證實一下 那麼 就是試多一件事 那就扭呀 誰知道扭了 真的一滴水都不再扭 那就是 她自己立刻都沒有聲音出 不過我媽媽也是很頑強的人 就是 講完之後她都未必會說 就是 也不信 也不信 就是沒有再說 尤其是深信 我口都不可以說七口 但是她都有去一起唸 地藏經 那就是 逢星期二她都有再去唸 那我就 星期二就去那裡唸 星期六呢 又去 就是藍地那裡 另外一個法師那裡 她又有三時系唸 和地藏經 那我又去那裡唸 然後呢 每一天在家自己又再唸 不停唸 不停唸 那就是 還有呢 我覺得我爸爸 就是當時呢 是未走的 嗯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就是經常呢 是會 就是感覺到 好像有一塊 就是 好像糞的味 還有那種能量 在你身體附近那裡 就是你是很好聞到的 你直接聞到的 就是還有感覺到 好像有一種能量在附近那樣的 那一直這件事呢 只是你一個聞到 感受到 其他人呢 你根本能感受到 我聞到 我好像記得 有些臭 但是就形容不到 那些是什麼臭味 糞 真的糞味 但是呢 最後呢 就是隔了一年之後呢 因為這件事 一直放在心裡 沒有說出來的 對一年之後呢 就是我和我弟弟 就是聊天 那 就是說回我這個感受給她聽 她告訴我 原來她都是聞到的 是啊 原來她都是聞到這股感的味 就是會聞到 持續了多久呢 這個 這樣呢 就很奇怪 有一晚 我很記得的 那天呢 就是農曆19號來的 這樣呢 就睡覺了 我們 睡到突然間 那個月光很光很光 就是感覺到有一道光 是很硬地射下來我們家屋裡的 就醒了 我醒了 就看著那個天 但是那個天呢 就是灰蒙蒙的 是很灰的 很灰的 很灰之後呢 突然之間呢 就好像卡通片那樣 我覺得 怎麼這麼有趣呢 這樣 但是當時呢 第一個直覺呢 這些所有事情都只是一個現象 但是我自己 這個當然只是我的直覺 就是我當時的直覺呢 就是覺得 咦 這個是不是一個 signal呢 這樣 是不是某一些 signal呢 這樣 就是有這個感覺 那到第二天早上呢 我跟阿呂說 昨天的月亮很光 那天很光 那她說 是呀 我都被那些光殘醒了 那樣 但是你有沒有見到那個 大世智菩薩的那一幕呢 見到是 有一個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這些概念 但我見到是 總之好像是有人 插著一個雲 那樣 就是那個雲 就好像一個人 插著一個雲 就是這麼巧 那個形狀就是 就好像一個人 就坐著去 那樣 是不是坐得很優雅呢 那小時 不是很記得 但是真的很光很光 很光 但是就是一塊雲 那這個雲是移動的速度 有幾快 很快的 很快的 是 那又不像一塊普通的雲 因為一塊雲 它移動的速度 通常你們都 會很慢的 是 都不會快到這樣 就是可以一輩子不見了 那你的心呢 當時覺得是 大世智菩薩 是啊 我當時 就是第一個直覺 就是說 其實呢 我不知道 真的那個直覺 就是覺得 不像大世智菩薩的 就是那個心 就是這樣想 我當時都有想 難道接引了我爸爸 那樣 就是 都會有這個想法 但是呢 就是沒有聞到那股臭味 是 沒有聞到好像屎的味 也都沒有了那種 就是那種這樣的能量 在你附近 就是感覺到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想問一問 剛剛花人聽來了 就是這個臭味的持續 去到大世智菩薩出現 是多久呢 其實它呢 就是 我想是三十多天 我爸爸死了之後 很多事情很紋合 是 一會兒我再給一點點 是 我的意見 是 三十多天 三十多天 應該是差不多 是 因為它是舊歷 你們好忍得 忍了這個臭味 忍了三十天 它不是經常有的 但是有時會有 而且通常都是在 覺得它是回到家的時候 那個感覺會強一點 是 即是在街上那些 又好像不覺得 但是在家裡 就有這個感覺 就是會有這個感覺 而且會感覺到那種能量 在附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爸爸往生之後 整件事就這樣完結了 就是這一團光 出現了之後就完結了 那我又有一點點補充 就是 聽完整個故事了 這次一氣呵成都聽完之後 我自己覺得 就是 有幾個位置 很值得我們拿來聊一下 第一個位置 先談大世智菩薩 如果大家是佛弟子的話 或者佛教徒 都知道大世智菩薩的角色是什麼 它是西方三聖 它是阿彌陀佛的其中一個護法 它兩個護法 一個就是觀世恩菩薩 一個就是大世智菩薩 就是西方 他的職責是做什麼 他的職責就是掌管西方極樂世界 之前就說 你阿丁丁你爸爸走的時候 你跟他念阿彌陀佛 有法師跟他說 他都不是佛教徒 你跟他念阿彌陀佛 沒有用 在我們之前訪問保善老師的時間 他提過這一點 他也說這一點 其實我們有一些佛教徒都認同 就是說 如果你對著一個本身是信佛的人 你跟他念阿彌陀佛 他就會幫助他有機會去到西方極樂世界 記得幫助有機會 不是一定去到 因為還要看他自己的福報 自己做過什麼 前生 今生做過什麼 他決定他去不去到 而如果他本身不是一個佛教徒 他本身沒有信佛法的概念 我們其實應該是念什麼 在他這個離流開淺 我們已經是念大願地藏王菩薩 因為大願地藏王菩薩 其實他是一個引路使者 他會引領他去一條適合他走的路 讓他不用去地獄受苦 所以變相來說 我們念什麼 那個影響是不同的 當然 剛剛丁丁也提到 叫他向光一點紅光走 這也是一個適合的做法 提一提他 不要見有光有閒 光一點的路清晰一點 你才會走那邊 這是其中一個位置 所以我聽到丁丁說 見到那個圖文 好像大世智菩薩一樣 即是說 有機會 他真的有機會 往生得到西方極樂世界 有這個大世智菩薩出現去接他 去接人海王 天王 天王 還有幾個位置 他覺得很有趣 我們在上一部分 都提到那隻飛蛾 有這麼特別的飛蛾出現 為什麼每次聽到這些都是飛蛾 我覺得這些不是作出來的 見過飛蛾的人 真的無數 還要見到那些飛蛾都不是小隻的 為什麼呢 寶雪老師有解釋 他說這些飛蛾 其實是一些幫助引領他的祖先來的 究竟是不是呢 我們大家用自己的想法去想 我們始終沒有辦法用科學證明這些事情 是還是不是的 另外就是 很有趣的 有些位置就是 電視機壞 燒Fuse 這些 突然間發生的事情 你覺得會不會有些隱遇呢 現在 到爸爸走了之後 想回頭 就覺得這些現象好像是 即是告訴你 他不行了 是 好像一種science 是 可不可以串連在一起 我自己就把他串連在一起 去想 會不會是這樣 因為他在這間屋裡 其實應該他身邊是屋主 照樣是 不是 他不是屋主 是我自己的家 你才是屋主 是 即是我們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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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一直住在這間屋裡面 他可能將要走的時候 他能量弱了 那麼這個屋裡 他的記憶能量 自然就會弱了 就影響到其他的電器 但是原來他不是住在這間屋裡 我的想法又不正確 那麼 那麼 至於 你說扭水喉那裡 我覺得很有趣 他就是想告訴你 喂 我真的有一個 而且 那時候 他聞到那些臭味 持续了三十多天 其实有一件事是真的 如果我们用佛教概念去看 最迟四十九日之内 未必一定的四十九日 通常都会去到他要去的其中一个轮回的一度 在哪一度我们不知道 可能上天道、阿修罗道 或者去畜生道、地狱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正常 我头七天的中心身 他未知要自己死 所以你觉得他未死 他一直在 但是过了七天之后 他开始有一个记忆 知道 他就会去一些 他自己精神会去的地方 他喜欢去的地方 去留院的地方 接着如是者 他随时会走的 他随时会去转化的 在这个期间 所以有些人是捉四十九日 有些人是不捉的 但是现在听到整个案子 他三十日左右 其实是很吻合整个时间 在整件叮叮 爸爸发生的事件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 咦? 很多东西未必一定是巧合 可能还会有一些 真真正正的能量存在 我们不要用宗教的角度来说 有些能量存在了 这些能量 令到你们察觉到它的存在 例如用一些味道 让你感觉到它的存在 不过是到最后 你都想不明白那三个叉燒 为什么要指着厕所 是不是厕所里面 他藏了一些遗物在这里 你们去找找 可能有些东西 他藏了一块金磚在这里 不奇怪的 我说在一块磚墙后面 有几两金在里面 大家不知道几两 有几斤 好 说完丁丁的爸爸 我们就转移到Bobo这一边 Bobo听说有一个朋友 都是他爸爸 过世的 发生了一些很离奇的事件 这个事件我觉得 有一些警势的作用 我希望下一次回来 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件事 可以给大家警惕 以后有些事千万不能做 谈谈一下不觉不觉 第三节 最初丁丁和Bobo跟我说 很害怕我 怕我的事不够说 其实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 现在去到第三节 还有很多尾层说 怎么样 也不要紧 慢慢听 必要事便做多一集 那我听听Bobo的朋友故事 你朋友说了一个故事给你听 是 你听完这个故事 就觉得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感受 先不要说内容 我觉得很惊讶 很惊讶 是 你说了给我听之后 我也觉得很惊讶 所以我一定要由你去演绎 去分享出来 当然如果找到你朋友出来演绎 就更加好 他是不是不肯 是 他不肯吗 不肯交给你说 是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我朋友的爸爸过了身 这件事是发生在他爸爸过了身 一个月内 就是 那时候他 那一天 就是 约了 约了跟他家人一起去念经 给他爸爸 但是那一天 我的朋友早上 就有一些事情要做 所以就穿了一条短褲去 他好像也知道 庙子是不可以穿短褲入的 但是他就 依然也穿了短褲入去 那本身念经 就一路念一路念 念到去黄昏的时间 就是天差不多黑了 那他就 念完就想走 那走的时候 因为那个庙子 其实是有两层的 那他就上了上层那里念 那他下楼梯的时候 那条楼梯是回旋形的 那在暗角位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 脚缘了开始 那本身觉得 那可能都是 没有吃东西吧 那所以才脚缘了 但是他越走就觉得越不对路 走到去 直接离开了楼梯 打算去搭车的时候 就开始真的脚缘到 要爬的方式去走 那样 他有没有即场垂下 也没有 只是他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到 是脚要垂下走 是 对 而不是立即 然后周围的人 看到这么不对路 就叫他马上去庙子 休息一下 刚好那时候 那个住持人 差不多开始晚課 他就叫他坐下 可能听他们做晚課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用 那时候他就跟我说 那些僧人就围着他 就开始在那里念经 期间就这样碰住他的肩头 碰住他的背 就这样碰住 他就开始觉得好很多 开始回气 没有那么心疯彷 之后他就走 本身全程 其实车程是没有什么 但是那一天 他就突然很想去他的婆婆家 就是突然间 突然间 就是很想 发生这件事之后 他就突然间很想去他婆婆家 好 我想在这个位置停一停 因为我们先交代 再回到庙里面的东西 他在庙里面 他跟你说只是脚弱 有没有说过在精神上 例如有没有错觉见到什么 或者会不会有些思想集中不到 或者是有些怪声 有没有这些什么 他有跟我说过 他有跟我说过 他是有些事情 interrupt了他 就是叫他想一些不好的东西 意思是什么 好像是 总之是很奇怪 你不会想 例如说 叫他去做些不好的东西 可能叫他 你不要坐在这里 你走 他类似就是听过这些声音 或者这个概念 其实未必是声音 就是概念 是 接着他到做晚货的时间 他坐在这里一起做晚货 是 是 一路听着做晚货的重经 他当时坐在这里 正正上会不会好些 会 会 会 他跟我说 之后就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样的想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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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离开了征舍之后 就想着 突然间有一个念头 就想着去婆婆那里 是 是 那他是不是经常会去婆婆那里 我个朋友好像也是经常去的 他经常都会去婆婆那里 所以去婆婆那里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是的 但是突然间 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想去 是 去了 那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全程的车程里面 因为我朋友的家人是开车的 车程里面也有播放一些 关于佛教的音乐 是 而且又跟他聊天 其实他的精神状态 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去到 他就跟我说 他一去到入了升降 然后一出升降降 去到他婆婆住的一层 就开始有感觉到自己的脚缘 因为他婆婆的家里 就去到铁闸 之后才是门的 那当他婆婆一开了铁闸 他就突然间 整个人跪下了 哦 即是没进到屋 就趴下了 对了 就跪下了 他婆婆就很惊讶 说 你干什么啊 这样 之后 他就 他就 他就感觉到 其实不是他自己想跪 是有些东西想令到他跪 嗯 是的 接着之后 他婆婆就很惊讶 那时候 因为我朋友的家人都在场 我朋友的家人 当然立刻叫他婆婆回避一下 然后就开始 就开始想夾他的手指 然后他就开始好像一条蛇 不断 即是电了在地上 不断撞人家的门 的铁闸 用头撞 这样撞 等等 即是说 人就趴在那里 就好像一条蛇 意思是什么 打了蛇饼 对啊 类似 即是好像一条蛇 卷了蛇饼 接着就拿头去 怎样 撞人家的铁闸 人家的铁闸 即是撞 因为他婆婆的 会有隔壁链蛇 是的 即是人家的门铁闸 即是他在走廊 没人进屋 就在走廊 躲下了 卷了蛇饼 用头去撞人家的铁闸 是的 好伤 是的 那怎样 很恐怖 不知伤 是 我觉得都挺恐怖 听完之后 接着他就跟我说 当时是他控制不了他自己 他就感觉到他的体内 有一男一女 控制住他 他就说 其实这一男一女 不是真的想害他 纯粹是他很想 藉着他自己的精神 去找人去帮助他们 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朋友的妈妈 即是他的家人 是的 他妈妈 就走过去 看看他怎样 他就形容回 当时他的眼神就是很… 很惨 很奢励 有求于人 是很深很深很深的爱怨 是的 是的 接着 那最后就是 我朋友的家人 就立即打了去 给一个 一个收道的人 是的 就问他怎样 那那个收道的人 就说 叫他 问他 他会不会念普门品 对 就念类似的经文 看看能不能帮他 对 对 最后就是 最后我的朋友都是没事的 对 对 没事的意思 最后就是回复 因为那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那个婆婆就走出来了 说 你玩完了没有 因为他们煮了饭 是的 他们煮了饭 就跟他说 够了 你不要再玩了 然后骂他 就是很兇地骂他 你不要再玩了 够了 吃饭了 那我朋友就 好像开始靠下 还有我朋友的妈妈 好像有再夾他的宗旨 是的 那这两样东西 加上就令他开始靠下 是 即是说 你朋友的妈妈 和你朋友的婆婆 就两个人 就夹手夹腳 一个夹他的宗旨 找什么夹 好像是用手指 就这样找手指 用手指夹他的宗旨 接着婆婆 只是说你玩完了没有 是的 他不是念咒 他说你玩完了 你玩完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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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等了 这个原来是一个 厉害的咒语 大家学到东西 这个不是普通的咒语 是 他说完这句 你朋友就醒了 是的 他就开始没事了 你朋友也很饿 立刻 是的 还有 那时候 我朋友的妈妈也有捉住她的手 是 捉住她的手 类似念咒 都在 其实不单止是一句 你玩过没有 你朋友的妈妈也有捉住她的手来念咒 是的 婆婆和妈妈也有 两个都有一齐这样念咒语 接下来就没事了 整件事醒了 整件事 他将这件事 他和你很好的朋友 是的 将这件事这样告诉你 是的 在电视里面 你学不学到东西 学到的 不要再穿短裤 入庙里面 是的 你叫你朋友千万不要这样 他以后都不敢 以后都不敢 是的 你有没有陪你朋友去过那些庙 也有的 也有 是的 入到去 始终 这个佛门的地方 应该要更公敬 因为是一个比较壮严的地方 但是有一件事我真的想不明白 大家不要怪我鬼故障 在佛门的地方 你穿了一条短裤 你朋友穿了一条短裤进去 跟着就 就 脚乳 然后就想去婆婆那里 然后婆婆门口那里 就变了一条蛇 就说有一对灵体在体内 就想求他帮忙 那样 我想不明白这点 Vincent 你想不想明白 但是你在佛门里面 穿了一条短裤 你是不恭敬的 最多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不恭敬的行为 或者在庙里面 可能有佛菩萨 叫小情大戒 让你脚軟 但是怎样会演变到 变了会有灵体上了身呢 我又好 是不是两件事来的 是不是独立两件事来的 你觉得 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 他被 你的朋友被一帮僧人围住 然后一起搭着肩膀 好像以前看那些无学片 大家给一些工 发一些戏 挺特别的 原来真实都有这样的事情 我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丁丁你也是佛弟子 你看我的想法又对不对 我未必对 大家去讨论 我觉得会不会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 在这个寺院里面 是没有鬼的存在 因为其实 尤其是做早课 做晚课的时间 其实很多 遊玩野鬼 就会去到听经 其中有一种鬼 叫食法鬼 食法鬼 是最喜欢听一些佛法的 最喜欢听经的 他们很喜欢去这些地方 其实他们去到这些地方 其实他们都信佛法才去的 他看到有一个女孩 穿着一条 是迷你短裤 不是 只是普通短裤 只是普通短裤 如果看到有个女孩 觉得他这么不尊重这个地方 其实 在那个灵体 他可能觉得 你很不尊重这里 你很涉足了这里 他就想去教训一下 这位少女 所以跟了他出去 因为在这个寺院里面 他做不到什么 他跟了他出去 跟到他回家 去上他身 去做些事情 其实他的目的 不是想害他 是给一个教训他 让他以后不要再这样做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大家都是佛提姐 丁丁 你觉得我这个见解 又成不成立 或者你会不会有其他见解 其实他朋友的故事 当时他说的时候 我也有听过他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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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成不成立 我就不敢说 是 他好像是想他的家人 帮忙去超渡他 他的家人 好像到最后 回到家 我听他说 都有去帮他证经 他帮他证经的时候 就说 好像觉得有些事情 就在他身上走了 就是这样 因为 其实说 问那个修道人 是那个 听他说 是那个 那个廟里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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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念那些 就是 那些 他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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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电话 他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如果你有什么事 你就打这个电话 就找这个人 这样 就是 跟他朋友说 就是 是 是 跟他的妈妈说 你有什么事 你就打这个电话 找这个人 这样 所以 他好像说 当时 他变了一条蛇 不停地点一下 点到 他都 他妈妈都没有办法 都不知道 可以做什么 他都很害怕 他说 看到他的眼神 好像很恐怖 就好像 下了不知 什么地獄 来到 来到 求他 叫他帮他 所以他都 没办法的时候 就进去打电话 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就 他那个 婆婆 就出来 我听她是这样 就出来 就看到他 就说 玩够了吗 吃饭了 很快 然后 用手 一捉住他 一捉住他 他当时 立刻 什么事都没有 就好了 走回去吃饭 他打电话 给那个修道人 那个人 叫他 你懂不懂念 普门品 和忏悔文 如果懂 你就快点跟他念 你不要理他 究竟发生什么事 你先跟他念 先 看看他会不会 没事 但是 总之 跟他念 之后 他的确 都没有什么事 但是 他就说 再打给那个人 究竟他 其实当时 发生什么事 那个人就说 你都不要理他 当时 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 总之 念完 他没有事 就算了 就不要再说了 他就是 说这些 这些说话 如果这样听 我又觉得有似 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 都是 前半部分是对的 我分析 去到后半部分 就未必是想着 去教训你朋友 他是觉得 就是说 看中了你朋友 他们可能 都是一个 信佛的家庭 他们也都懂得 念经 念咒 他想 找人帮他去念这些东西 去帮他去做一些超度 他看中了一件事 就跟到他回去 就希望 借着他们 把口 去帮他做这个超度 这个是我 一听回丁丁所描述 我觉得 我有另一个角度去看 总之 这件事 就给了我们一个 最好的得着 就是说 知道一件事 去到一些坟门的清净地 我们始终要庄严一些 无论行为 举止 衣着 各样东西 都要小心一点 有些人 例如 一件事 我有一次 我去拜佛 我都见过 有人在 因为他习惯了 没有人快的时候 我明白 他自己说了 不知道他在说粗口 但问题就是 因为你会看到 他很自然流露 这样说了 但其实他自己 不知道自己说了 因为他可能平时 讲哀 所以平时有个习惯 尽量说少一点 你就不会突然间 无端端衝而出 说了你都不知道 其实是不好的 在这些地方 说这些说话 大家总之 有机会去到这些地方 大家尽量庄严一点 好了 我们继续回来 鬼故事段 刚才我们讲过两个故事 一个就是关于丁丁的爸爸 一个就是鲍婆的朋友 发生的一件事件 现在我想将那件事 转移回来 就是在丁丁的地方 你住那个地方 我不怕开名 因为有个地方 我曾经在那里 讲过一个 一个叫做 灵异故事 那个地方 因为那里分很多座 未必是那个座 哪座就不要说了 大家 我只是讲那个地方 在韩文田的惠里苑 韩文田的惠里苑 这里 我自己都很熟悉 因为当年 我是做地产发展商的时候 我们将其中一座 我们和政府买回来 我们将它变成私楼 我很长时间在惠里苑 所以我很熟悉 整个惠里苑的地形 它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的程度 你一跟我说 那里见过一些古怪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我觉得 那里有古怪的事情 是合理的 正常的 丁丁 你见到什么古怪的事情 其实当时我女儿也很小 可能只有几岁 对吗 她好像有些很有趣的事情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很小 很小 然后那时候 那个厕所就很大的 就是惠里苑的厕所 真的很大 很大 很小的时候 去厕所 突然间就听到 其实都未必是一把声 都是一个概念 可能 就叫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什么不好的事情 叫你不穿褲出去的厕所 你可不可以演绎那句话 当是你现在就是那把声 她怎么说 不要穿褲 出厕吧 蓝声 雷声 我不记得了 咸色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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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穿褲 走出来 是啊 但是很小 多少岁 可能应该五六岁 四五岁 对差不多 四五岁 咸色鬼 不至于那么衰 四五岁也很厚 是啊 金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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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反应是怎样 我真的这样做了 不是吧 为什么你真的这样做了 因为其实家里没有人 没有人还是没有人 没有人而已 没有人而已 家里有人 有人 你为什么不穿褲子 没有 小孩 四岁 四岁又不是很明白 什么叫做 有没有穿褲这回事 是啊 那怎么走出去 没有事发生 他没有叫你回去 其实那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 叫我不要穿褲子 然后去拜拜 去哪里拜 因为我们家里 其实有个神台 有个观音 他叫我去拜拜 不穿褲子去拜观音 是啊 我真的 真的不太明白 其实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我知道不止这么简单的整件事 还有些事情 除了你这个不穿褲子去拜观音之后 还有些后续的事情 在卫尼院里发生 好吗 先休息一下吧 很惊讶 Vinsan 不穿褲子去拜观音 你终于又拜的 真的拜了 有想 有这个想法 但是之后 我妈妈看到我这样 他就打我 就叫我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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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有拜是站在那里 一定会在那里 就是我准备 准备 但是我妈妈已经出来制止我 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件事太过灵意了 就会不会 我又多时去这样想 假设那间屋是有灵体 因为这个观音像就阻着他 他就要想个办法去对付观音像 就叫小妹妹不要穿褲子去拜他 就希望斜着观音像 等到观音像的力量出不到来 他就可以在家里倒乱 我这样想 我们用一些偏门的角度去想 会不会这样 不知道 这件事过去了 当时你妈妈在场 妈妈呢 妈妈你怎样 你对这件事怎样看 其实我当时 他现在说出来 我就没什么印象 但是我记得我自己 就是有一天 就是回家的时候 就是星期日来的 那个工人不在 那可能我删 因为卫尼院那些是落地玻璃 那删的删是删得不太好 还是怎样 就是有条线还是怎样 那么就 见到那个观音像 旁边的那个花瓶 就整个花瓶就跌了到地上 就是碎了 然后呢 上面呢 我们摆了一部金刚经 是很小的那些 就是很小的 我想是大约 就是两寸 两寸成两寸 那些字都很小 但是有很多页的 那么我平时呢 我都是念那部金刚经的 那么见到呢 那部金刚经呢 就是成本呢 因为可能我都有念一下呢 平时有一两页都脱脱的 但是那天回去呢 就觉得那个场面就很特别了 就是呢 全本的金刚经都散了 每一页都散了 就散开呢 就由那个露台 就到个厅 有个厅 就到条走廊 由个走廊 就到那个房 都全部呢 那个经文呢 都是铺在地上那里 我就想 可能真是很大风 吹到这样 但我真的觉得 为何这个场面那么特别呢 由那个露台 去到个厅 去到每一间房都有 那续页 收回那些经文呢 就是想着 哎 都不用念了 肯定不知那几页的了 怎么知道呢 就全部那么多页 都收回那些经文呢 一页都没少 就是这个是我觉得 好好惊讶的地方 是因为 卫尼院那些露台 都挺大的 如果你吹了出去 很大机会 吹到街上 是啊 那你全部都可以 在那一间房屋里面 是啊 所以觉得很奇怪 还有为何我会觉得 为何他好像 好像有人在那里铺 那样的呢 由那个露台到厅到走廊 到我有 卫尼院有两间房 每间房都有 都有个 像是人 不告诉你 就像是人手铺 是啊 是啊 就是好像 所以很特别 那件事 是很特别 好像是你捉的 那时候都有一些 是呀 是呀 因为那晚 就是那晚 跟你们聊天 我才知道原来 我的女儿 是有听过这些 这样的声音 就是说 叫她不要着褲子 走出去 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想起这件事 是 我说 哎呀 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想起金刚经 这件事 还有呢 就是有 就是 我那个卫尼院那里 是租的 租的 租的时候 就我们 因为我自己 打算搬去其他地方 就是我买的那间房子 就入伙 打算搬去那里住 那他呢 就刚好政府 就写文讯来 就说可以减租 就减成三千元租 我觉得说都很吸引 这个世界只有加租 只有减租 是啊 他竟然减三千元租 叫我在这里再住 而且我其实很喜欢那间房子 这么大间 是吧 都在这儿 十五十六在考虑 在这儿想的了 刚刚那晚在这儿想着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 就是我在一个房子那里睡觉 突然就是关了灯 一睡 那整眼吊灯呢 就是我那间房子 我只有一盏吊灯在那儿 整眼吊灯 一声跌下来 就是起码我住这么多 一间房子都没试过 眼灯可以这样 一声 在床尾那里 整眼灯跌下来 那么 跌下来之后 就想想 不用想了 他帮你做好决定 你不用再想 在不在那儿租这间房子 这么恐怖 整眼灯都跌下来 就想想 哎呀 算了 那就走吧 就是这样 你左想右想 就是想着 逐不逐约 在不在那儿租 在不在那儿住的时间 那其实 无形中有一股力量 就告诉你 你走的 不要挫住我 是 其实是否你觉得 一连串都是一个 一个信号 就是告诉你 真的想趕你走 整件事 还有呢 我在维里院住的时候 就是 就是 不到你是真 还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觉得呢 那个运动是很差的 嗯 因为那时候做了一个 很大的决定 就是就是 但是那个决定呢 就是影响了你后面 那十几年的工作了 就是就是 接了一间 不是那么好的企业 回来啦 你都要做啦 嗯 但是当时呢 好像是神推鬼推 就是当时 你有时呢 就是想回现在呢 很清醒的时候呢 想回来 觉得 好像当时是有一股 很无形的力 是在那儿左右着你 因为我自己呢 就是当时都已经是学习的了 但是呢 就是有时呢 就是很容易呢 感觉到一些 就是气场的 嗯 那我都问过师傅这件事 我说究竟会不会是有这些东西 他说会有 他说如果呢 就是你很好地去修炼 你可能呢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来的 就是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你不懂 控制那些气呢 就是他喜欢来就来 喜欢走就走 那你就好像步级陈基那样了 就是你喜欢什么 就是什么东西都吸了下去 但是你自己不懂 就是不知何时吸 又不懂何时放的时候呢 就是你搞到自己都会很麻烦的 是 他就这样跟我说 但是 就是我真的不懂 我也都没有很刻意去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自己来的 就是自己是会 有那种感受的 那当时呢 我是不是真的吸了一些 不太好的气场 做了一些不太好的决定呢 就是这个我自己都不是很肯定 但是就是往后 我自己看回呢 我会觉得 这个可能性是很大 那在这间屋里面住的期间 除了你自己感觉到又不妥呢 其他家人呢 他会不会一样感觉到 又是周身不自在 又觉得运度很差呢 我想就未必了 可能是我比较 就是你比较敏感 是的 我比较敏感 如果比你大胆去猜想 你觉得 如果家里面假设真的有灵体 你觉得是什么灵体 有多少灵体呢 其实呢 其实呢 我自己呢 就感觉不到那间屋有灵体 是 我感觉不到 但是我会觉得呢 就是 那个 就是当时那个 那个 那个 我自己的运气呢 可能不是那么好的 就是 就是 人家的气场呢 会影响到我的思想 但是 未必是那间屋里面 可能是其他人 就是 他那个能量比你大 这样他就会影响到你 而他 就是有时候 一些主导的思想 他是想放在你那里 那他可能真的影响到你 就是我 我只可以这么说 是 好 八卦小小小想问一问 你有没有印象 你当年住的那间屋 对面那间屋 有没有印象 对面门口 你知不知道 你会不会去的 那家人 那家人 那家人是 那个家庭环境是怎么样的 那个家庭环境 都是 两夫妻和一个小朋友 你觉得 他是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 相对 不是 都不是 不是 都是打政府工的 都是打政府工 是 就不会是特别好的 嗯 就是OK 就不太差 也不特别富有 那你会不会感觉到 他和你们的关系 相对于比起来 你会比赛上来 你会比较差一点? 还是觉得他们会比较差 那个环境 就是你说 是富裕的程度 或者是运程 運程我覺得他們都不是好 但如果說當時富裕的程度 我相信我們會讓他們… 因為他們是做生意 他們是公務員 如果你這樣說 我問這些問題 首先我撇開了對面 是否擺放了一些風水 因為你說沒有靈體 我們會想對面的風水會影響你們 通常在風水學上有一句說話 叫做一門輕盛一門衰 如果你們對面那家大富大貴的話 其實你們是不適宜住在那裡 因為他們輕盛的時間都吸引你的氣 你們只有越住越差 他們是越住越好的 但你說不是的時間 我就想到另一件事 就是說他也是差不多 基本上他不見好 我們很多 因為衛理院的結構大家知道是怎樣的 這些舊式樓一梯就涼火了 但他家裡真的有擺東西 你也說得對 是嗎? 是的 他家裡有擺東西 有擺東西 他家裡有擺東西 我看見他家裡… 他不知是想搞些甚麼 我不太清楚 但我看見他家裡是擺了一陣 因為剛才由聊到尾 丁丁都提到一件事 不覺得有靈體的時間 就像是有一些事情做了 如果這些事情做了 就說你見到他有擺東西 但不見得他特別好 就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就是你看不到他特別好 他會不會告訴你 是嗎?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他擺了都是這樣 他不擺就更糟糕 你明白嗎? 他不擺就更糟糕 問題是有少許不同 他是公務員 他住在那裡有時不能離開 他不跟你的 你的案子還可以離開 他要調遷去另一個宿舍 可能更加麻煩 所以變成他唯有想辦法改善 剛才另外一個猜想就是說 可能全座樓或者全層樓 都會受到一些不好的氣場影響 無論是哪家住在這一座樓 或者這層樓都會出事 這就是第二個分析點 第一個分析點就是說 是對方做了一些事影響你們 怎樣也好 事情已經過去了 你始終不在那裡住 最重要是你搬了出去之後 後來那個環境好些 做事本身暢順些 家人平安些 就可以了 好 我們抽回衛力院 講一個大陸的故事 因為這個也是在當日我們犯過 有聽過的 大陸是一個關於司機 是啊 是的 就是我當時請過 我們是做廠的 請過司機去晚上的 駕駛車子去送貨 可能他不是很熟悉的那輛車 因為平時不是開過那輛車 可能走到路中間 轉彎撞死了一個人 撞死了一個人 那輛車都沒有辦法了 不死都死了 還有司機都拘捕了去坐牢 但是作為我自己 我都希望超渡那個亡魂 那個亡者 所以我跟他的家人說 好不要我去你家 就是我請幾個法師 去你家中經 進去你的村上跟他中經 他就說 不要了 這是他的想法 不要了 不歡迎 然後他說不歡迎 那就算了 那輛車 扣留在公安局那裡很久 那輛車出來了 所以那天我才問 好不要這樣做 他說不好 我把車載回我自己的廠 我請了幾個法師 來幫那輛車 因為他畢竟是撞死過人 就是超渡一下 是不是 超渡一下 我當時的心態都是這樣 超渡那個人 也都超渡不了那輛車 這樣 因為 其實我工廠的人都很害怕 沒有人敢再坐那輛車 因為他們都… 因為還要死過人 是的 他們沒有一個人敢坐 那輛車就擺在… 因為我們寫字樓在一樓 那輛車就擺在地下那裡 我們也有一個房間 就是一個佛堂 一個房間裡面有一些佛像 那些法師來 也都擺了一個桌子 擺了陣子 就超渡他 可能是大陸 當時那些文化 佛教都不是很普遍 他們看到這些東西都雞飛狗走 沒有一個人敢走過來 只有我一個 他就說 那個法師說 那你坐在門口 他們在裡面誦經 我坐在門口 他就擺了很多祭品在裡面 接著 就真的很有趣 很記得的 他一開壇的時候 我就坐在門口 然後 就見到 一隻蜻蜓 和一隻飛鵝 就飛了去那個佛堂的門口 那隻蜻蜓 就沒有進去的 就在門框的角落頭 就一直在那裡拍翼 就經常都在那裡拍翼 未走過 因為我坐在那裡 我就看得很清楚 但是那隻飛鵝 就飛了進去佛堂裡面 那些法師開始在那裡誦經 一誦經那隻飛鵝 就很著弱 就在那些祭品那裡 又飛來飛去飛來飛去 就一直在那裡繞圈 每個祭品都好似紋一下 又飛一下又碰一下 那樣 念到那麽上下 那個法師就說 你進來莊香 就叫我進去莊香 因為沒有其他人敢進去 只有我一個 那都算了 那我進去莊香 那很神奇 你一進去 一莊芝香下去 那個 即插進去之後 那隻飛鵝 就很有趣 就一下子撞過來我那裡 其實我都很害怕的 那他一下子撞過來 好像撞到你的臉上 好像疼你一口 那當然是躲一躲 然後又出去了 那他又在那裡繞 那他又在那裡飛 在那些祭品那裡飛 那他又叫我進去 如是者做了三次 那三次他都是撞過來我那裡 即是臉上好像疼你一口 最後我覺得為何這麽奇怪 為何他不會撞在那些法師的臉上 還要到到那個位置 不撞在臉上 對 為何是走過來我那裡 這麽奇怪 但真的三次都是這樣 那你有一支香 那些香有些味道呢 那我不清楚 因為 那一撲去那些香 那支香 亦都是個法師給我的 即是他當時都可以撞在那法師 但他又不撞過 是我一進去 他又叫我拜 因為只有我一個 那我又拜 拜完他 他便會飛過來撞一下 然後我又走出去 即是他已經覺得這些事 這個世界真的有這麽神奇的事 即是當時已經覺得 即是這件事很特別 然後那位法師就說 即是他超渡 就拿著那些水 那些拿著一支羊枝 在那裡吞吞吞吞吞吞吞 那你跟我來 那跟著他 那他有幾個法師 那好像一條隊似的 就跟著下去 那你一齊下去 那其實下面 我的工人就在下面的反應 即是在車附近的 那我見到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撒靜的時候 即是好像可能幫車 又再撒一下靜 那這樣撒靜的時候 繞著那輛車 那我就跟回那些法師 就上回去那個佛堂那裡了 那跟著就剩下他們在下面 那些工人在下面 那跟著呢 那法師當時他走的時候 就說行了 撒完靜的了 這樣做完這個法事 隔了幾天之後 那我的工人就跟我說 其實都隔了很久 應該不是幾天的了 很久之後的了 因為他們呢 撒完靜都還不敢坐那輛車 我可以 等我來 我等我坐 即是我不怕 那我就去坐 那周圍去了 去了很多天 即隔了我想都有一個多月了 那他才靜靜地走過來 他跟我說 他說 其實那天很恐怖 我怎樣恐怖 他說 明明我們地下是斜上的 那那輛車 就是變成它是斜上擺在那裡 那它變成它是那輛車 那兩道門是掩埋的 掩埋 那它撒完靜之後 那它呢 即是第一道門 就是我的同事 就砰一聲幫它關的 就是關了那道門 關完第一道門之後 就想走過去旁邊 就幫它關另一道門 然後它走到那道門 自己就懂得斜上 砰一聲就關了 是的 所以嚇到它們 根本都沒有人敢坐那輛車 沒有可能會違反力學原理 是的 所以他們研究了很久 沒有可能它懂得自己 因為你說如果它向下的 它這樣一動一點 它都可能砰一聲就關了 但是它向上 它怎麼會這樣關到呢 一定要用很大的力 才能關到那道門 所以他們說 已經研究了很久 也不知道為何那道門 懂得這樣砰一聲 關了 但它們又沒有提及過這件事 但是就不敢坐那輛車 也沒有跟我說過這件事 原來就找我去做實驗品 見你坐了一個多月都沒事 所以他們才慢慢把這件事說出來給我聽 其實他們當時很害怕 當然害怕 很害怕 但是車到最後怎樣處置呢 沒有啊 駕駛到今時今日都依然存在 但是有人已經夠膽坐了 還是那些人不知道呢 他們都知道 他們看見我坐都沒事 我坐下去 他們都不夠膽不坐 是不是 我都坐了 他們哪裏夠膽不坐 我坐了幾次 他都看見沒事了 他就坐了 我說要不需要我駕駛 我駕駛也可以 他們當然不敢 唯有他自己一路駕駛 便小心點 小心點 但至今都沒有事再發生 但是老實說 他撞車的一個位置 其實我們沒有去那裏 超渡路制的位置 可能是遭漏了這件事 去到那裏 偶爾聽說會有一點點意外 意外的意思 不是很大的 只是爆胎那裏 是的 沒錯 沒錯 就是那裏 他未至於會撞死人 沒有傷亡 撞傷人 但他真的會去到那裏 爆胎 因為其實我那個地方 講開就講 可能都是比較多這些東西 因為他說那裏 其實可能以前是亂撞崗 即是我那間廠的地方 他說都是以前 所以他有一些地方很有趣 如果他拍了車的位置 一開車你都是開不了的 又是這樣 最後發現到是哪個位置 就找大師去那裏重驚 重驚完那次驚之後 就沒事了 哇 那麼不用請汽車維修員 哈哈哈哈 失業了 大師去到那個位置 重驚車就懂得走 即是在我家廠裏面 因為他發覺 即是很多次的 即是那一架車在那裏 即是他 即是他 即是他駕駛到出來 他沒有多遠 他就一定 一定是壞了車的 是的 所以就發覺 咦 為何每一次 那一架車 拍在那個 那個角落位置 都會有事的 我們知道 他那個 即是 前身是甚麼 所以 即是 知道是 那裏有的東西 撞在那裏 最後 即是反應都是 不如在那裏做埋驚 哦 在那裏做埋驚 做埋驚 做埋驚 做完之後 真是 真是很少 是的 還有我想 翻到一點前一點位置 就是 飛鴻撲到你的臉上 你覺得 會不會是 司機 想報答你 你覺得是嗎 是的 即是 第一次 就很害怕 但第二次 也有一點點怯 第三次 就覺得 咦 是不是他想 多謝我呢 是的 即是 我自己當時 即是會感激你 是的 我當時也有這個想法 但真的很有趣 即是那隻蜻蜓 是從頭到尾 都在那個 門框那裏 他沒有進去 即是給我的感覺 是否他帶他來 即是好像那些肉 他帶路而已 甚麼警察 是的 帶那隻飛鵝 飛鵝就是那個亡者 是的 到整個法事完了 兩隻都不見了 兩隻一起飛走 走了 是的 即是這個世界 真的有這麼有趣的東西 即是很 是很大開眼界的 其實呢 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很古怪的東西 大開眼界的 就不僅是你這件事 就是我們今晚的觀眾都大開眼界 聽到幾個這麼精彩的故事 其實我準備了不僅這麼少 因為故事太過精彩了 描述得非常之好 很有層次感 令到我們的節目 今晚所有聽眾都大開眼界 有機會會不會再上來 好嗎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有學靜坐的 是 他真的很有趣 他也說他自己那一個 試過一睡在這裡靜坐 即是坐在這裡靜坐就沒事 一睡在這裡 一入定的時候 就好像聽到 旁邊有些人跟他說話 描述一些故事給他 如果有機會 可以邀請到他上來 不如你邀請他上來 我聽過有一個故事 好像挺恐怖 是的 他講得好像挺恐怖 我拜託你 我代表我的觀眾拜託你 到時幫我邀請他上來 今天就很多謝Vincent 幫我做這個牽引的角色 當然也很多謝兩位主角 丁丁和女兒Bubo 希望你下次再帶其他朋友上來 我們的觀眾就有幸福了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 多謝各位 多謝 阿彌陀佛 拜拜 拜拜 是不是還想看多點我的影片呢 以下是我煲哥 推薦給大家的精彩影片 如果未曾訂閱我煲頻滿座的朋友 記得按一下訂閱鍵 還有按旁邊的鐘仔